说起杨颖想必大家都认识 她在最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位不太出名的模特 后来遇到了自己的真命天子黄晓明 才从模特圈跳到演艺圈 可以说杨颖的逆袭离不开黄晓明的帮助 在杨颖认识黄晓明时 黄晓明可以说已经是在超一线巨星的位置了 被称为坏一哥 杨颖说印象中的超级明星应该很挑剔 可那时她看到黄晓明在吃饭的时候 什么都吃 什么都无所谓 私下非常随和的一面 让杨颖开始接受这位巨星的追求 2019年 也就是认识黄晓明的那一年 杨颖就搭档了谢霆锋 张学友等人一起出演了全程热恋 这部电影是坏一参与制作 也是在这部作品里 杨颖在内地打开知名度 2010年 受黄晓明邀请杨颖在受不了音乐录影代理做女主角 2011年和赵又婷 黄博一起主演痞子英雄之全面开战 这一年杨颖登上福布斯中国名人榜第88名 这是有钱的象征 不仅如此杨颖还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与杨幂 刘诗诗 妮妮其名 成为新生代四小花旦 为了让杨颖有更高的曝光度 在2014年 黄晓明的帮助杨颖获得资源参加了跑男节目的录制 虽然杨颖的演技并不是很好 但她的综艺感还是很强的 随着跑男的播出 杨颖热度居高不下 她在其中的表现获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 一时之间女神 天神 女汉子等等各种赞美头衔接踵而至 也从这时起 高贝比的称号想过她的原名 也许你会不知道杨颖是谁 但只要说神高贝比你肯定就恍然大悟 杨颖用八年时间完成了从小嫩磨到一线流量明星的蜕变 在贝比进入内地发展的这些年 一直争议不断 总有人说是黄晓明在为她一直铺路 因为黄晓明的关系 贝比在内地的发展才会顺风顺水 还有人说贝比演技特别差 除了跑男没有一部像样的作品 所以每当提起贝比 大家总会想到两个词 黄晓明和跑男 杨颖曾经也无奈地称自己最想有一部作品 让大家记住她 她不甘心外界提到她 只是记得她有一个疼她爱她的老公 直到我就觉得什么老公对我很好之类的 当然不会甘心只被大家记得这些 艺人在娱乐圈有时候多少都要付出一些 毕竟资源就那些 你不要别人也会争取 特别对于女艺人来说 有时候吃点亏也只能抢颜欢笑 这一点无论新老艺人都是如此 就算在大家看来在大牌的明星也会遇到 尤其是像杨颖这种有着混血的外貌 其实在娱乐圈挺吃香 大家都知道话艺公司算是娱乐圈内很出名的经纪公司 旗下明星艺人非常多 作为总裁的王中雷可谓是拥有很高的话语权 杨颖一身晚礼服出席 真的是太美了 而在晚会的活动中 杨颖也是非常有幸地带上了作品 也为自己的作品准备打一波广告 而此次作为投资人的话艺老总王中雷也来到了现场 在这场晚会当中 主持人组织了一些互动的环节 其中有一段主持人提议让王总用公主抱的方式抱杨颖 这时下面的欢呼声十分的高涨 王中雷一脸笑意地看着杨颖 而杨颖的表情却有些大惊失色 在被抱起的一瞬间杨颖还是吓得叫出了声音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王中雷手的位置也有些一言难尽 杨颖的手也本能性地扶住衣服 杨颖与换一总裁王中雷的这一个镜头瞬间被推上了热搜 王中雷这一姿势也是被网友调侃到 老总姿势很熟练啊 看来公主抱抱过很多人 后来王总解释道 当时没有掌握好力度和方向 才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并不是有意为之 那么对此你们有什么看法呢 我们看第二个镜头 我们看第一个镜头 我们看第二个镜头 我们看第二个镜头